美国的一个士兵前两天 非法地从韩国跃进了进入到朝鲜的地区了 难道美国那边的生活这么差了 他就只有去朝鲜生活了吗 今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这个哥们为什么会这么干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马基家里面的葡萄感觉快要熟了 现在是德国晚上了 前两天听到这个消息 我还觉得真有意思 这样的事情还真的不是经常发生朝鲜 好想去看一下 可能明年吧 那么我的朋友们 你们有没有去过朝鲜呢 如果有的话 你们可以在评论里面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们的经验是啥子 反正这个美国的哥们 他马上就知道了 他前两天从班门店的边界的地方 就非法的进入了朝鲜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班门店 是个啥子地方 班门店就是一个韩国和朝鲜中间的一个地方 的一个边界的地方 这个班门店相当于是一个安全地区 在这个地区里面 不允许任何的 军事的东西 装备或者设备 它就是一个韩国和朝鲜中间的安全保障 那么我们美国的这个哥们 本来就在韩国 当时兵 其实应该还不错 工资比较高 然后事情也没有多少 反正他做错了一个事情 他反发了 做了非法的事情 所以说美国的国防部就决定了 就准备把这个哥们送回美国 然后把他关起来 但是这个哥们可能和这个计划不太同意 然后这个哥们就来参加了 一个去这个班门店的一个团队 就是去参观的一个团队 没有收到允许的情况下去参加了 那么他们在参加的时候 他就离开了这个团队 不见了 然后别人找他的时候 才发现人家已经遇进了 已经非法的进入了朝鲜的这个国家 那么其实在美国被关起来 或者在朝鲜被关起来 我还并不确定哪个更好一点 反正非法的进入一个国家 当然是一个犯罪 是一个不合法的事情 朝鲜也不意外 而且朝鲜在这种方面 就会出发的非常严格 现在这个美国的哥们 他怎么样 我们都不知道 我们只能猜测 但是我觉得他在朝鲜 被捡起来了 被找到了 肯定也会被关起来 毕竟他们也不知道他是过来干嘛的 他们不知道他有没有什么危险 得先调查一下 那么在全国任何一个国家被关起来 并不是什么很好的事 但是历史也教会了我们 在朝鲜被关起来 也是一个比较困难的事 以前就发生过 美国还有其他国的人 就在朝鲜被留下来的 被关起来的 然后有的真的关了很多年了 然后我们也不知道 他们关起来的这些条件怎么样 反正他们出来的时候 就有各种各样的身体上面的问题 所以说我们也不晓得 这个美国的哥们现在怎么样 这是一个比较严肃的事情 但是Marky还是非常的好奇 我们啥时候才能听到 下一个这个哥们的消息 或者新闻 什么时候才会知道 他现在过得怎么样 但是一个事情是很确定的 他现在肯定不无聊 在朝鲜被留下来的 而且现在上了新闻 全世界都认识他 一下就出名了 而且现在他还不用回美国 不会被关起来 但是我的朋友们 你们能理解这个哥们的做法 的这个事情吗 还是你们觉得他疯了 你们可以在评论里面跟我说一下 反正Marky是觉得还是有点疯狂 他干的这个事情还是有点危险 不管你的情况怎么样 不管你的情况有多差 还是得考虑到安全 特别是长期的安全 希望我们的哥们会好好的 今天的分享就只有这么多了 如果你们觉得很有意思 还不错 那就别忘记 支持一下Marky 点个赞 关注我的账号 Marky现在去做饭 吃饭了 我想谢谢所有的朋友们 今天的观看 Marky说再见 我们下次见